这边看到人了 这是上场上场应该是开车看了一眼 直接被二倍镜倒下来这一番应该 应该下面打掉了 是的天堂哥 还要抢位置 小偷和和那个GPL还要抢位置 但是小偷只有一个人 从他们选择方向上来看 来不是要往上开 小偷应该是可以选择到几次的 前进是路过了 这大方要去扎这个双方 但是原点被击倒了 变成了另外一支队伍撞他们 因为他们选择了USG南部的这个房子 是的 这个是正面的一个枪线 是的 看样子真是赢了 真是已经赢了 醒来就是一场胜利这波真是 是的 再看近点 4M和NewHappy两次队伍是正面直接 打了一个之后被打了五枪 4M打得很有韧性 这波是NewHappy的防守 4M的进攻 其实这里 这4M已经非常努力了 知道回歇 他是选择在防区放两个人 然后高级两关架枪 前后面 放 这面NewHappy还是 首任的对手 是的 结果我是可以想到 但是NewHappy这波真的是伤 他掉了 你在中心点的木方打这么激烈 后续旁边的队伍还是会来抢啊 都已经来了 天路和那个GBL已经来了 GBL更近 对 GBL很近的 天路是 车身上马上回家 先保家再说 保家保 把VC赶走 啊 太伤了 我跟你说 FM无论NewHappy 哪两个队伍哪个队活下来 都会被第三方接手的 依旧是把边缘控的非常的死啊 而且轻型这也给他还可以 主要要看 FTY在四天怎么玩 USG开始清理房中的 一个还是比较分开的 Pero那边的话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3E的分彩 嗯 SBR也是直接被美食咖啡给烧的 这两支队伍 先看看Pero吧 Pero要抢位置的 游冠 哪一个 先扶掉 有一个有架枪的 是因为V7这一侧是二星一个人过来拿位置 那这边初期的话Pero人是比较多的 扶啊小明 有机会能扶一下的 应该是能扶 那个距离的话人投掷物也不是很好扔 对呦被架了 啊他一个人 主要是你看他踢过来的时候 剩下的两个队友其实是在往北边再绕了 就没有人是帮他架枪 这不仅他吃个大火锅 是啊 我甚至是觉得他一圈过来就想把这分给 先给拿掉了 直接结果没想到没补掉反而自己是脏风 想极限一换一是吧 是的跟你玩极限 是 GX就这个磕 这磕他们之前在救赛打过 老橘有雷 反过来的 但是我的表情也没放到 这波完全没有 我觉得 应该是先扔雷的呀 这个有点感觉没功多好就是 老橘刚刚到石头这个位置 队友一下去白给了 是的枪还没有开就队友就已经先下去了 这个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把你血量打残 拉下去之后你有血量优势的话就比较好打一点 哪里是巨幅前面跳枪声一波端平 跟时期远点的枪线把GX给传媒还能舔包 这波普通知 极限战车这波是 是的而且圈也过来了现在17号 现在想主动出来找巨幅的麻烦不想在旁边留一根刺 但是小宇宙 在看那个打Nava的位置 刚打Nava的话 是在干扰他们的 他觉得这个位置如果再往前面去摸的话呢 因为毕竟你放到的只有一个对吧 你放到的不是两个 我关心一下右对还有GBL还有打Nava 打Nava是我觉得这把算是打的比较奔放的 他是两个人拉到右侧去逼GBL的位置 全部反而是让Slow的倒地了 还被补掉 这波有点伤暴龙哥也没了 我说实话我全体上看打Nava跟一个一个上没有什么区别 真的是的是的 本身之前在巨幅想进攻实施的时候 他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屁股后面的打Nava 是结果现在打Nava去打东边了 整个南边没有压力 而整个东边的话是三支PPL队伍的内战 是的 打Nava的精神支柱 Helen已经支援过去了 是的 应该是要扶我看钥子是扶人 蓝圈要来了蓝圈要来啦 天路三个人是 将这个矛头全部指向南部谁来打谁 扶了半天最后 拿了辆车走了Helen 就是谁也没有保住 扶不了了没办法嗯 就五阶段啊 蓝天里边了 他们能去那个点只有那个木厕所了 基比基比要贴连打KDF 基比要和KDF我感觉是一个都进去 主要是现在 打Nava又往这个马路边的方向去靠拢的话呢 那天路一会碰一个背声音 他是有机会能够往圈面去反推的 如果你们两个对我打的这种 这个烧 哎他昨天拿了把mvp 对吧 就第一第一局 好像有点影响 好微信被清理干净了 现在就是看这个投资物的命中率了 我可以啊 炸到一个再补一个 就是按了一个人了 天霸要来了 把KDF给补了之后 拉雪道里只是按了一个人 但是天霸在上山的头时 吃到远点坚持的相信 这一波是没有封测身验天霸 这边远点烧 会不得了 救救我这波 啊 这个是一个人没打掉啊 反而是损失两名兄弟 他会本来以为 因为戏跟荆棘会互相牵制 就不会让他有抽把机会 但是真的是这个半途让给你打的 啊 小汤在晕住 而且我是有掩铁的 我是能反卡你的 巨幅在做事这个时间点 巨幅在做事了 巨幅在往南边绕 裴莲夫走不动了 约西也在看他们 现在对于巨幅难受的就是 厕所的两个人 对吧 哪把这个点让巨幅会比较难受一点 嗯 哎哦 大舱相信给的压力还是给的比较足的 是的 他能打他吧 哎终于打起来了 因为全走的呀 而另一侧 呃 这一波好像 那就是把双双打掉了 是因为那只是不管机友都开始一通打 然后经济止步第八名 从从还能就 开罗刚刚早就过来了 是的开始推进马边 脸上还有天罢了人加上推 天罢打我觉得有点难打 然后这波开罗应该是能 应该能拿下吧 但是最好是不要吊人 这个篮圈已经过来了 我感觉他们这个反复不在圈啊 他们要站到这个圈这个坡上 才算 这太难了 这 四打二加上后面的枪线 我觉得天罢这个打得主动了 我是没有想到的 是 啊 小行一波推荐一把 小明是连打带不反而 开网这边是四个人全部都参灭了 天罢这个位置怎么呆 我都觉得很难呆 有一说一 他主要是 霸影响的蛮大的 拖的时间拖的比较的长 然后你看 因为天罢 先雷倒一个 然后我感觉整个阵型就乱掉了 那他通过 他通路边要唱歌 接路一波 然后把这个 上线直接起火 上上打开一个 这个就能撞倒一个 撞倒一个 小羊倒了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最后一个 天罗快把子弹都用完了 最后一个是 是17打掉的 是的 不过这一波的话 我天罗我能驾驶 熟了熟了熟了 还在熟了 一时 哇三打三 是是很伤太伤了 这一梭子了 这个枪线的一程度 好像天罗 他无论血量上面来说 好像都有点不好对 对不过 哦扔雷了 哦小鬼这个距离的雷 已经很极限了 而且直接補掉 小童 缺口打开了 二打一 二打一 哦 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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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17 八个都在吃 最后的SKS连点也太重了吧 是的 两两个好事 去吧 目前来说 一个是 天罗现在